今天是11月12號醫師節嗎? 醫師納入勞基法其實是蔡英文的政見 會不會對於納入勞基法的配套作是進行的進度是牛部化 他這個蔡醫師因為目前還沒有納入基法 所以在發生旨在的事情的時候 只能透過民法跟治安法去申請那個旨在補償 醫師納入勞基法讓醫師不要過度加班 這才是分級醫療的第一步改革啊 醫師過勞很危險 別讓表揚變道念 別讓表揚變道念 醫師過勞很危險 醫師過勞很危險 別讓表揚變道念 別讓表揚變道念 每年的醫師節呢 其實我們政府部門都會舉辦一個表揚大會 頒發一個醫療奉獻獎 那我們這邊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醫師過勞的工作是時有所聞 已經不是一個新聞了 與其每年這樣子餵食醫師這種精神鴉片 頒發一個獎項 企圖創造一個歌舞生平的氣象 我覺得我們這個政府部門不如實際看到我們的真正的需求 看到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血和困境 並且我們要儘速納入勞基法 讓過勞2號不再持續 醫師過勞病安不保 因為一個醫師如果長期值班 他被剝卻被壓榨 他超過20小時 要白天值班 跟開刀然後晚上又再繼續隔天 其實他20小時不睡覺其實實證就研究 他就跟一個酒駕的狀態的精神狀況一樣 其實就是危險 你敢讓這樣的人開刀做很多的檢驗檢查或處置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全民應該關心的議題喔 而納入勞基法的機制其實只要引用勞動部的即刻公告就可以實施 但是最後卻變成說3年後才能夠納入實施 那這段期間如果再有醫師倒下 那麼這些倒下的醫師他們的補償 是不是要求助無門呢 有三種人 在我們納入勞基法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能還是會受到權利上的受損 第一個就是新制的PGY制度 第二個就是公費醫師 那第三個就是公立院的醫師 第二種人目前現在就存在了 必須要說像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是台大醫院的駐入醫師 在台大醫院還有任何台灣的公立醫院 這些人在勞動契約上面 都是屬於公家部門的這個約聘制的人員 所以這些人大概以助援醫師來講 大概就佔了助援醫師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助援醫師 那這些人在未來 如果只是單純醫師納入勞基法的話 因為他們是約聘過身分 所以他們完全不會納入勞基法 也就是不會受到納入勞基法的公實的保障 其實這只要修法更改助援醫師的 就是他從約聘變成約用 其實就可以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我們之前有跟衛部講 那衛部有跟我們說要牽涉到全序部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必須要講的事情是 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衛部不可以再不理這件事情 然後必須要連同全序部一起去檢討這個問題 在那契勞基法的配套裡面 其實衛部再重新啟動了所謂的公費生制度 那在過去我們看到的是非常 就知的公費生其實很多時候在下鄉的時候 其實作為偏向醫療補充能力 其實他們的勞動條件是不受保障的 而且因為他們是公費醫師的 公費成公費醫師的這個身份 他們未來在那契勞基法之後 也完全不會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那這些人因為他們就是 就是還欠國家的公費沒有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的勞動條件是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 所以勞動條件其實是最糟的 但目前現在就已經最糟了 那未來就是這些人 會不會成為醫師的勞基法 缺乏因子受害的一群 其實是必須要一直去關注他 所以我們要呼一呼一呼 就是必須要訂定一些相關的辦法 去保障他們的勞動條件 要呼一呼一呼 不可以 不可以廉價的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去取得一個替代性的人力 民國108年的時候 就是台灣的醫學系 第一批有一群人 是原本醫學系七年制 然後之後變成六年制的人 叫第一批要畢業 所以他們會提早拿到證書 那理論上這個 就是原本我們會說 它是七加一的PGI制度 變成六加二的PGI制度 理論上這個制度 是仿造美國制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原本其實 原本其實是七年的醫學系制度 然後就是提早一年畢業 然後變成六年的醫學系制度 但是它其實相應的對照 是原本一年的PGI制度 變成兩年PGI制度 也就是說其實 在美國他們的做法是 把這個 雖然提早畢業 但是這一年的這個PGI 第一年的PGI的時間 其實還是在各院 還是當做實習醫師這樣子 所以 但是在台灣 因為PGI1到目前為止 即使108年就已經要上路了 但是PGI1的身份定位到目前為止 會不會都沒有任何一個定位 就是說他們未來拿到值得 直照之後 在醫院到底是當實習醫師 還是作業醫師 會不會目前現在跟我們說 他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其實這其實是會有很大的危險 我們知道 民國108年 這個很甘大的數字 同時也是醫師 鬧牢記法的時間 我們非常非常擔心 我們一再在相關的會議上 都一直非常非常擔心 警告會不會 不可以讓這些提早拿到證書的人 然後直接來當做值班的補充能力 明確規範他們在醫院中的角色 那不可以讓這些人 就是提早rush到 就是原本還不夠成熟的狀況 就必須要負擔 比較苛刻的住院醫師的臨床業務 改會最不能接受的是政府 每次就拿說 這樣納入牢記法 醫師開招到一半就會下班 或是我們就要關床 來恐嚇民眾 這個是我相信醫界一定不會這樣做 但政府帶頭就要拿這種來恐嚇民眾 這是我們最不滿意的 我們的政府口口聲聲的說 貿然納入牢記法以後 醫院就會關床 那我覺得政府你的功能在哪裡 你是不是應該去要求這些大型醫院 先關門診 先關清症 減少門診以後 把這些多餘的醫師的人力出來 挪出來 然後照顧更多的住院跟重症病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政府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隨這些所謂大型醫院起舞 來恐嚇民眾說我要關床 剛剛我們選前 就聽到總統副總統 就在講說 要讓醫院去血汗化 去財盤化 去營利化 那其實他們在 他們說他們一定會比國民黨 當初拿一個醫療法修正案說 要修醫 讓醫院的盈餘優先做一個加薪條款 血汗醫護加薪條款 但我們到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看到政府真的把這個法案拿出來審 把這個盈餘真的用在改善血汗醫護 健保署的資料就顯示 健保特約的中大型醫院七層的 因為血汗醫護 醫師的問題主要也是在大型醫院 這些中大型醫院 七層的醫院 光靠拿健保的錢就是賺錢的 如果再加上他們業外其他的收入 就高達九層的醫院都是賺錢的 那既然大家有盈餘 為什麼不把這些真正用來改善血汗醫護 改善血汗條件 我覺得這個加薪條款要完整的 而且另外就算完整的我覺得 醫院的治理也必須要讓很多基層的醫護 可以進到醫院的董事會 然後福祉公會讓他們去真正做一個改善 我覺得這個血汗的問題才能解決 在健保制度之下 他去鼓勵大型醫院 讓醫院財團化的這個經過了20年的時間 社區醫院是大幅度的凋零 事實上台灣社區醫院 我們在所有的社區醫院 是分屬在全台灣各個鄉鎮 包括偏遠的鄉鎮 都有社區醫院的足跡 其實它是有很大的醫療能量 那我們希望說政府在 既然已經承諾要納入勞基法 那應該要趕快更多的配套 讓大型醫院的病人能夠下放到社區醫院 讓社區醫院能夠承接這些病人 才不會讓病人 突然冒然納入勞基法以後 讓病人他就醫無門 最近健保署在大力的想要推動所謂的區域醫療整合 那沒有在做好所謂的分級醫療狀況之下 去做所謂的區域醫療整合 那就是讓大型醫院去病吞 中小型醫院還有診所 讓每一個區域變成所謂的裁法 醫法化讓大型醫院去主導整個區域的醫療 政府口口聲聲的說要推動 嘴巴講得很好聽要推動分級醫療 讓輕症跟慢性病回流到社區醫院 跟小型的基層診所 但是看到在健保的總額支付上面 卻大幅的往大型醫院所謂的重症傾斜 並沒有看到任何的資源 加在所謂的小型的社區醫院 讓這些輕症的病人跟慢性病的病人回流以後 讓這些小型的醫院能夠在健保支付上 得到比較好的支付 並沒有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 目前看起來小英政府是說一套做一套 大醫院或者說我們做醫療財團或醫學中心 它壟斷病人的流量 大部分都源自於說醫師的加班 當醫師擁有正常公使的時候 那病人的流量才有可能分流到中小醫院去